Hello,大家好,天气热了, 现在整个世界都在热, 不过热是哪种热呢? 以及那种热是属于什麽性质呢? 这个要搞清楚了,你又讲什麽? 现在全世界最热的焦点当然是在俄罗斯, 在莫斯科, 因为莫斯科那边的僱傭兵, 这个瓦格纳, 所谓半变,哗变, 不过36个小时之后, 就静了,好像烧红的铁, 一下子就下水, 于是就没了。 现在在录影这一刻来讲, 就是瓦格纳的头头, 这个普利沃任,有很多不同的译法的, 他就说俄罗斯官方给他去白俄罗斯, 跟着还是送,不是不阻他, 是喝他去的。 跟着就是顾庸兵没有了, 跟着俄罗斯的国防部长, 这个小鱼鼓高调出现, 就去回前线视察等等, 那个局势都不够48小时, 都斩了, 究竟说明什麽问题呢? 其实对中国的启示是怎样呢? 我想是第二个部份才是大家最关注的。 第一件事, 怎样去看今次所谓俄罗斯兵变呢? 首先第一件事,从各种资料前后的对比, 大家会發觉其实今次, 如果你说兵变,最多是短暂时间, 实质上是什麽呢? 实质上是内部的利害冲突, 演变出来的一个, 如果你说通俗点来讲, 就是跳草群舞, 我是要显示我的不满, 到最后有关方面愿意摆平, 或者姿态上摆平的话, 跟着就很快就平息了, 所以这个就是内部那个利害冲突的性质, 是多过现在两边讲的, 普京就说什麽呢? 你背后插刀, 就是骂你这个僱傭兵, 僱傭兵那方面就说不是, 我这个是正义行军, 哇,当件事件刚刚爆发出来, 是两边的宣传线都在做的, 但现在大家看到, 性质不是这样, 性质是后来整个过程里面, 包括这个阿勒甲他们提出来, 哇,我这边我前线打, 但是后面支援又没有, 不要讲这个人工, 会不会中间里面有提价, 不知道的, 总之是一定有利害冲突, 这个如果从历史的角度, 往往就是结果是怎样, 然后后世或者当朝是怎样去评价给它定性, 这个来讲暂时没有办法讲定性的, 因为有些人说中国都类似过历史, 不是现在, 历史上都有黄巢, 但有黄金,黄金之乱, 为什么黄金,即黄金贼, 它当时是怎样, 是没有建立过地方, 或者一个政权都没有, 黄巢就不是,是吧, 所以今次这个不讲, 只是说从性质来判断, 这个是他们内部利益冲突, 这个性质是多过, 究竟是否真的起而行军, 正而行军, 还是你是正统的政权, 普京压了一个不听话的兵员等等, 所以第一个性质那方面的观察, 第二点,大家都说长驱直进, 这个阿加纳, 反过来在乌克兰的前线, 直到莫斯科,长驱直进, 这裡其实大家如果了解俄罗斯的地理环境, 你就会发觉其实中间很多地方没有人, 好像开高速公路, 咳咳咳,要到, 眨眼100公里,眨眼200公里, 其实这个很平常的, 去到莫斯科,周围当然有边界, 包括禁卫军, 即是专门保护普京的, 这些军队它的趋势,它的忠诚度是怎样, 这个反而在外国是多观察的,是吧? 好了,去到这里的时候, 大家就必须要看下这个阿加纳, 他叫固庸兵, 固庸兵,大家不妨看他的过去, 他不是在外国抢回来,是俄罗斯本身的, 大家还讲他的头头,普利哥任, 其实是普京的厨师来的, 这个讲起来,不讲他太多的背景, 大家都立刻可以上网找回来, 他就是包了很多普京, 或者俄罗斯官方很多食用, 供应等等,慢慢慢慢做起, 到后来他就发达了,算他厉害了, 就是经营方法, 他后来就直接,我自己有固庸兵, 普京就用这个,即是等于, 去contract out一个工作, 即是等于现在很多政府, 我不直接负责,我side track出去, 一来减低政府的直接开支, 其实都要开支来的, 换句话讲,这种模式是说明, 你这个阿格纳其实资源都是来自政府, 普京的,加上普京和普利哥任, 过去其实很老友的,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你看看这个阿格纳有什麽条件可以作反呢, 大家可以看到,即使他也有数以万计的兵源, 但是,喂,你对比起正规军, 你都是乌合之众而已,是吧? 跟着还有,如果断水、断粮、断武器, 那怎样呢?是吧? 你没有办法是维持得久的, 所以你只能够是一段时候,我表示不满, 后来发觉就是说他现在跟国防部部长, 或者跟其他的板块是真的有矛盾, 这个已经全部公开了,是吧? 所以你跳草裙舞也好,作反也好, 你是没有一个很强的实力去支持, 所以你的36小时之后,讲好了, 你说是普京,究竟是安抚, 还是真的妥协,还是援兵之计呢? 有待下回分解了,是吧? 所以这是第二点的观察。 第三点的观察是怎样呢? 就是大家有没有发觉,哇, 这个阿加纳长驱直进去到岳斯科, 很多人,平民百姓,是给资源他, 好像慰勞他们那样,是吧? 而他沿途还可以招临一些人 加入他的僱傭兵部队,是吧? 这个说明什麽呢? 这个就是说明, 其实俄罗斯裡面很多人其实都不是支持普京的, 哇,你有人站来作反,无论是真还是假, 一有人揭杆起义,很可能是短暂的, 跟着大家都说我支持你,支持你这样。 这种情况来讲, 我不对比中国过去发生了什麽事了, 因为都是要看结果的, 总之的情况就是说明俄罗斯不少人对普京的管治, 其实就是失去信心, 你有人站出来说反对普京的, 这一个就是ABP了, 什麽叫ABP? ABP就是anyone but普京, 就是你所有人, 你现在包括你说作反的,你起出来, 我们支持你, 至于不是普京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是第三个观察了, 看到整个这样的局势。 好了,反过来, 由辐射到中国对中国有什麽啟示呢? 我觉得总体来讲, 这一个情况跟俄罗斯现在出现的情况是很不同的, 我是客观实事求是, 是按现在可见的现象来做分析的, 并不存在说刻意站在那边讲话,不是。 好了,如果俄罗斯今次这个情况辐射在中国, 首先第一样东西可以看到的, 眼前这种所谓兵变, 或者是作反这类的情况暂时在中国是不出现的, 没有出现, 或者是暂时不可能出现的,是吧?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习近平上台之后2012年他第一样东西揣的就是揣军队, 而军队裡面他揣是三样东西, 第一个架构, 什麽以前四总部等等,没有了, 变成15个兵种,是吧? 第二个揣的是权力,以前各方面是向军委会负责, 到后来是向军委会主席负责, 即是向习近平负责,第三样东西就是, 无论你这些是旧人,投向身主,即是我支持你了, 还是说你有实力,都是要依靠你的, 无论怎样都好,都无得谈, 现在在军方裡面主席的全部都是习近平经过这个调换之后上来的人, 换句话讲权力来源,基本上他们认同是来源于习近平的, 这个是中国历代一些执政者王朝去管理军队的方法来的,是吧? 所以暂时大家,我觉得不要将那个意愿, 某些人觉得这样要变, 但是不要将这个情况放在现实上, 这个是很实事求是, 不要将俄罗斯那裡这样,中国就会發生, 眼前是没有这样的迹象,最低限度看不到的, 也没有这样的可能,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 发生了俄罗斯这个事件之后, 中国的情况会怎样呢? 可以预计的,就是中国是会进一步对军队, 从各方面的管理或者控制会加强的, 很简单一样东西就是说对军队的利益, 他好像说军队官,即是官和兵的待遇很简单, 胡锦涛的年代,你说军人的衣服有一次很简单, 有一次说换服装,你这些衣服残了, 换新的,军队里面马上是很厉害,照顾军队生活, 这个只是表面,还有很多的, 例如军人家属的照顾,或者支援, 子弟兵不出去,你军人的生活是不用仇的, 这个是有加强的,所以对军队里面的调控, 包括思想等等,一定是比以前强化了很多的, 所以习近平思想第一件事做的就是军队里面做, 后来只是慢慢扩散到社会层面, 所以这是第二点可以看到,中国一定会出现的, 第三点就是说一定会加强这个所谓反颜色革命, 这个什么运动等等, 大家可以看到最近俄罗斯或者乌克兰的局势, 那个战则打了一年多, 中国大陆那方面的思想教育是怎样的呢? 它是将前苏联,即是俄罗斯的前身, 以及它十几个加盟共和国的前身, 将它丢在一起,将当时的苏东坡, 前苏联瓦解之后的资料拿出来, 在官员和党内某个层次重播, 重播是讲前苏联为什麽会崩溃, 最近又有的,不过你看是剪边缺出来的, 过去讲前苏联贪污腐败,经济不振, 外国和平演变颜色革命, 这些都是他们总结的, 现在第一样强调的就是经济, 第二就是外国势力,外部势力, 但是对贪污腐败它没有作为一个总结, 它是在另一部分来搞, 另一部分就是说, 我又捉多少贪官等等,它是分开的, 换句话讲,这个会不会有些忌位呢? 忌位就是说前苏联因为贪污腐败, 现在这个情况它认为在中国裡面不出现的认为, 所以就是独立了, 一讲独立这个字,大家又有敏感, 不要讲什么,孤立了, 孤立了这一点来讲, 其实这个独立的词是很忠性的, 孤立了这一点来看, 其实是可以看到的, 中国说我一方面我继续是反贪腐, 但是为什麽有这麽忌位, 将这个是从前苏联的瓦解的原因分了出来, 这个是自己有自己的结论了,是不是? 好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就开始再看第四样东西了, 第四样东西对外的, 就是中国一定会加强合纵联华, 其实过去两年, 无论中国、美国都在做这件事,是不是? 中国最近你见李强出去德国、法国的访问, 从这个角度都算有些成绩的, 因为最大一点可能大家不是很留意的, 就是李强去到法国的时候就跟法国讲, 其实它都利用欧洲跟美国的矛盾, 结果刚刚这段时候, 法国就游说到其他欧洲国家, 以后很多高科技等等, 标准应该用欧洲标准, 不要用美国标准了, 马克龙用回欧洲的利益, 因为如果这些标准都被美国主导住, 也都伤害欧洲利益, 最近有一些,譬如电池车的电池标准, 有很多电池车、电能车的公司, 最近通过了一个要用北美标准, 包括一些名牌的,或者不是名牌的。 它垄断了这个标准, 即是说你将来大陆要發展你的电能车, 你多厉害都好,国际上不承认的, 你就要用北美标准的。 现在法国那裡就有很多高科技用回欧洲标准, 中国现在扔着欧洲,某个程度上又可以打破美国的技术封锁。 所以我经常讲,大家听到我的说话, 有些人喜欢有些人不喜欢, 我经常说中国对外是务实的,对内是强盲的, 那些建制是喜欢听第一句,不喜欢听第二句。 但事实上中国对外是理智的, 因为你不理智,你受伤的, 但对内是愚患的,即是没有人制欲它。 我从这个也要讲出一个实际上各自, 官民自己本身的观察和考虑。 所以去到这裡的情况来讲, 大家可以看到,我不理你俄罗斯这类怎样变, 我最重要的一个观察和呼吁就是, 俄罗斯去入侵乌克兰,这个真是入侵, 因为你经历了九十年代的苏东坡之后, 其他那些国家已经是有联合国裡面, 一个独立主权国的地位,这个是事实。 如果你将这个辐射到两岸, 以后怎样發展?很多变数。 你说如果台湾真是独立的, 有很多人都觉得不可以, 但如果你是无端端借着某些理由, 而兵庸相见的话, 这个道理上又不在大陆这边。 所以这个没有人能够讲出怎样, 但是从我们老百姓的角度,第一样东西就是, 两岸不要有任何军事上的冲突, 这个冲突不单止是战争或者战役, 战争就是war,战役就是battle, 你连这个军事的磨擦冲突你都不要有, 你可以保持政治以至军事的将来, 过去大陆那边来讲,我不是鼓励的, 我只是说大陆那边有一个围堵逼谈, 是吧?这个来讲都是一个方法, 但是无论怎样都不要去到真正有军事的冲突, 因为为什麽呢?两点, 如果你万一有什麽军事冲突, 无论你的大小, 你即刻整个中国的秩序,人心变的, 外国马上来一个金融战, 你现在整个中国,我几强都好, 你金融是薄弱的,是吧? 你自己本身的人心又不稳,是吧? 很多人都走钱,包括权贵, 你这个一有什麽风吹草动, 外国都说手道拿来,是吧? 我不是从什麽角度, 我只是从民间的角度而已,是吧? 从这点来讲,我经常觉得大家在两岸之间不好, 血洗中华地, 这个方谷绝碧流残命, 这个是最近一首爱好和平的粤曲里面出现的歌词, 这个以后再详细讲了, 所以从今天这个大家看到的, 俄罗斯里面的局势, 幅射到中国, 官方应该是吸收什麽的经验教训, 这个才是重要,尤其是从民间角度来想的,是吧? 好了,今天跟大家交流到这裡,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